有網民今個星期二 在麗城花園三旗停車場 拍到一架由兩個人合力駕駛的白色貨車 扭入車位當時更加清楚見到 一個戴眼鏡的男童 疑似坐在司機大腿上面操控軚盤 而司機就一路控制煞車和油門 貨車經過多架私家車 稍有不慎就會讓成意外 令到網民嘩然 拍片網民事後說已經以影片舉報攝視司機 片段上載到社交平台之後 有疑似新界南交通調查組的警員留言 邀請拍片網民聯絡警方 過往亦都有兒童無牌駕駛案例 一個46歲男子在停車場裏面 被10歲的男童駕駛 男子四項罪名成立 被判入獄六州停牌一年 而男童就因為不小心駕駛 無牌駕駛以及駕駛時 沒有第三保等罪名遭到警知警戒 跟者亭被判去 綠快 жизнь 但是 整雎 老聖 被判定了